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星期四中午乘坐专机抵达香港赤辣脚机场 习近平在机场发表讲话 强调回归20年对国家和香港都是大事 此行有三个目的 就是祝福香港体现支持和谋划未来 我们愿同香港各界一道 回顾香港20年来不平凡的历程 总结经验 展望未来 确保一国两制 行稳致远 他结束讲话时 有记者追问他是否会释放 患默契肛癌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小波 习主席请问会释放刘小波吗 会让刘小波 去王冠治疗吗 习近平在下午随即展开视察活动 第一站到西九文化区 见证西九管理局和北京故宫 签署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合作的协议 习近平入住的会展附近的酒店 安检措施被列为反恐级别 保安区前所未有的大 连接酒店的天桥 有持枪的反恐特勤队巡逻 进入会展的人要接受安检 习近平出入酒店时 沿途由多辆警车开路 到达前30分钟不准市民进出 上空更有直升飞机进行监视 民间人权阵线则召开记者会 宣布将在星期五下午举行集会 向习近平表达释放刘小波 法办特首梁振英贪腐的诉求 另外大约60名法轮功学员 在中环旧政府总部向习近平请愿 要求停止破坏法轮功 法门强证明等诉求 以上是自由二角电台特业 借着陈盘发自香港的报导